可能还能打得更加精彩 好的 我们接下来看这一 孙文他的成名之作 也就是进入国家队之后不久 另外我们也介绍了 在去年的日本公开赛 4比0横扫张本之合 马龙确实是水平相当 班都处理得不够理想 偷长 漂亮 脚步上的不及巅峰时期 反射短球 漂亮 脚步地在调动自己的状态 面对年轻选手孙文 马龙打得游刃 在平方球队是相当的重要 但是马龙对于旋转的判断 还是很到位 不转球 年轻选手呢会比较着急 哇 漂亮 漂亮 马龙又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0比2 你像松文这样的年轻选手 他护台面积还比较大 有力量 正手进攻很凶狠 感官得主 刚柔并进 十八半五一样样 更高层次的一个境界 白短 鱼拋有角度 这个是经常出现 现在是马龙2比0 好的 要抓住马龙的正手大脚 只有两边的大角度调动 只有两边的大角度调动 这时候风险比较大 然后维持了很长的时间 程度上也可以说大器晚成 但是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乒乓球 这个人才竞争太急 这时候抢攻 挡了一板 前的单打是因为脖子扭伤 退赛了 昨天是团体第一场打曾贝勋 背水一战的松文 还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 迸发出墙 还是正手短 继续发正手短 漂亮 还有 精彩的队攻 他的相持 通过线路的变化 那么宋文现在是领先了11比10 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这局孙文拼出了机会 发球抢攻 行程反手相持 造成孙文的小球的失误 或者说 展现 还有他比较年轻 体力也好 又是一个多板对抗 发一个偷长 真守卫 一个正守卫 发球呢也是 以棋人之道环制棋人之身 同样的是用长球 这个发一个短球 但是擦网 这个球实际上 马龙已经反应很迅速了 但是对这种 小球的环节 就快速赢 控制一下节奏 冷静一下 和言时间 孙文最终是回短下网 马龙11比9赢下了第四局 长而以三比的比分